Hello 又是我Sally 最近防疫条例放宽了很多 立即激起了我很想去旅行的欲望 于是乎我设计了机票 下年年头就要去日本 不知你们有想好要去哪里旅行吗 可以留言分享给我听下 你究竟要去哪里旅行的 好了 不说这么多了 立即开始今期业吧 Sony近日发布了最新的全片幅专业相机 Sony A7R5 最大亮点就是用上了全新的XMORE R C-Mode Sensor感光器 和BIONZ XR影像处理器 加入最新的AI人工智能技术 还有8级防震 除了可以自动识别主体和背景 来加强景深表现之外 还可以预设多种智能追焦模式 可以自动识别人面 动物面孔 以及多种移动物件 最大像素是6100万 支援8K25P和4K60P拍摄 Sony A7R5的官方定价就是29,490元港币 预计11月就会推出 现在已经接受预订了 即将推出的全新Apple TV 4K 将会在软硬件方面作出大革新 硬件上内置A15仿生晶片 在画质上的支援会更加全面 而软件方面全新的TV OS 16.1升级 更加会为界面作出大改变 面板更加简弱 除了语音在理Siri会以动画方式 和使用者互动之外 新系统更加可以自动辨认使用者的声线 为用家提供个性化的娱乐内容 至于其他新功能 就等我们实机到手的时候 再和大家发掘啦 由The Rock主演的DC反英雄电影 黑亚当近日终于都登上了大银幕啦 外界总体反应都尚算正面 至于监制Gazia 近日亦都公开确认 超人在黑亚当的出现只是契机 并指超人大战黑亚当 不会是单一电影作品 而是一个长远的发展方向 至于超人演员Henry就表示 对于这个安排感到非常兴奋 希望能够接拍更加多相关的作品 而我们的附属频道好热气 早前亦都即场分享了黑亚当的观后感 未决定是否要入场支持的朋友 不妨参考下Hugo的评价是怎样 近年手机像素已经发展到 比专业相机更加高 其中一个主要开发者 Samsung早前就发布了 新一代Isocell HPX 1.4分1寸SIMOS感光元件 像素高达2亿 每个像素尺寸只有0.56微米 相信有助将手机里面的 相机模组体积缩细 还用到DTI隔离技术 将每个像素分隔 在高感光度时 就会有更加清晰干净的影像 而Smart ISO Pro技术 就可以做到14bit色深 支援8K30P或者4K HDR影片拍摄 最高16像素合一低光拍摄 拥有高强摄力 据知即将推出的旗舰手机 Galaxy S23就会应用到这款感光元件 可以期待一下涉力有多强大 LG最新发布了 32吋Smart Monitor 32SQ780S 4K屏幕 采用WebOS作业系统 支援WiFi无线和实线接拨网络 可以安装应用程式 直接播放Netflix、YouTube等等 同时搭载AirPlay 2 新屏幕用上VA脸板 支援DCI-P3 90%息域显示 有2个HDMI输入 65W USB-C端子 3个USB2.0端子 附上LG Ergo座桌架 定价是$499美金 换算港元就即是$3900左右 不过跟机就没有附送Magic Remote 想用的话就要自行购买啦 迷你Soundbar一向都很受窩居玩家欢迎 而JBL近日亦都为入门迷你Soundbar系列 加入了新成员BAI 2.0 All-in-One 机身设计风格用上了初代JBL Soundbar的设计 机顶面板线条得出 机身有实体按钮 而高度只有56mm 那就没那么容易遮到电视的画面了 Soundbar 内置一对自家开发的 就是椭圆形传音域单元 输出功率达到40W 还有多个声音场景模式 以及无耳多声道输出功能 有HDMI 光纤 以及蓝牙4.2无线传输 定价是$79英镑 换算港元就即是$1600左右 至于香港行货就有代代理公布啦 今年是James Bond登上大银幕60周年 为了纪念B&W就推出了PX8007特别版的耳机 新耳机换上Midnight Blue深蓝色Nappa皮革 灵感来自James Bond 在1962年Dr.No 里面所着的上衣襯色 耳机上面拥有007雷射色黑标记 耳机用上特别版的红色开关拨干 内层布料也都有007窗管标志 007特别版PX8和常规版功能一致 拥有主动释降槽功能 搭载40mm碳膜单元 单元倾斜角度经正确设计 令到声音更像真势利 PX8007特别版定价是$799美金 换算港元大约就是$6300左右 打算收藏的帮片迷 就可以多点留意香港官方Facebook的最新资讯啦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啦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like这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要点个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